歡迎收看情侶康健 你知道什麼樣的睡姿 會讓你一覺醒來全身痠痛嗎 怎麼樣挑選最適合自己的床墊還有枕頭呢 讓今天的來賓 急骨神經醫學博士林國偉告訴你 大家好 那我是美國的急骨神經醫學博士Patrick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睡眠的大小事 博士是不是常常聽到很多人 可能過了一定年紀之後 明明是睡了很久睡了很飽 但是一覺起來還是全身痠痛 真的我聽多了 我爸媽也是 然後我哥哥也是 還有我們很多的朋友都是這樣子 那我們這邊有很多個人 其實他是從二十幾歲 就開始有這種睡覺起來痠痛 學生然後到工程師 那當然到八十歲這個也是很常見的 那大致上我跟大家分享 可能會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應該是 你身體可能平常沒有照顧好 你的肌肉可能比較沒力量 脊椎可能位置沒有那麼好 第二個其實跟你睡覺這個過程中 大概六到八個小時 有些人睡是亂睡 或者是睡了可能繞一圈回來 那第三個當然是睡覺起來 我們從睡覺然後起身 然後到刷牙洗臉 這個過程中 其實你的肌肉都還沒有被喚醒 睡覺起來這整個流程沒有做好 常見的睡絲不外乎就是 側睡啦 養睡 那如果以熟齡朋友來講的話 那側睡跟養睡哪個好 熟齡朋友來講的話 側睡跟正睡都很重要喔 那正睡的話就是說 基本上你躺在背後 所以你的頭支撐一定要好 然後會幫助你內臟這邊 也會比較好的一個位置 然後呼吸也會比較順 如果你覺得啊 你在睡覺的時候 比較難正常呼吸的時候 那你睡姿應該沒有那麼好 另外一個是剛剛講側躺 其實大部分的夫妻 或者是可能出色會久的人 大部分都習慣側睡 通常面對面會有打憨嘛 會有一些呼吸的部分 那所以說背對背 是一個很常見的方式 所以我們通常直接問他說 你如果是今天右邊肩膀不舒服 我大概就拆他睡在床的右邊 另外一個是說 通常也會抱一個東西 對 因為會有安全感 所以不管正常或側睡 大家都是選擇一個 你自己覺得有安全感的一個位置 你的脊椎如果可以被支撐到的話 效果其實會比較好 可是我們一般人不知道說 怎麼樣可以自我觀察說 你的脊椎有沒有好好的皮膚 放在床上 有什麼居家可以自我觀察的重點 正常的話 基本上就是你躺在床上 然後你可以從你的另一半 然後請他拍照 耳朵到肩膀這邊 如果你跟水平面 最後呈現的角度是15度的話 那這個角度還是不錯的 千萬不要耳朵的位置太低 所以這時候其實沒那麼好 側躺的話其實就是也是一樣的 但你側睡5分鐘之後 請他拍一張照 看一下你的頭是不是掉下去了 肩膀比較寬的時候 你正躺可以用的正頭 在側躺的時候 它有可能會太低 好 可是這個電動床 一般好像印象中 是醫院才在用的嗎 雨天你有聽過說 電動床在醫院 通常是給誰在使用的 應該是病人嗎 其實通常是給我們 行動比較不方便的人使用 例如說你要起身 或者你要上床 這個時候都需要有一定的肌力在 那病人其實沒有辦法 但是在我們剛剛講的第三個原因就是 我們很多時候睡覺起來的時候 會容易閃到腰脖子拉到 這些人就適合用電動床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有時候女生會抬腳 循環變比較好一點點對不對 那其實電動床也有這個功能 也有這個功能 對它讓你的循環回流 還有一個是 你有在看手機追劇 追劇 或者工作 你會躺著用嗎 應該蠻難的 但是你在床上通常會操在後面 但電動床它的功能 是可以讓你上半身撐起來 所以你這樣做久之後 其實你的效果會比較好 然後等到你要睡覺的時候 你再慢慢的把它往下 降到比較躺 所以電動床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好像現在電動床的這個 使用的材質也很不太一樣了 對 電動床其實從以前到現在 它是改變很多 它一開始是屬於比較偏泡棉 記憶膠上面 但這一部分拉到臺灣 你也知道臺灣其實很潮濕 它會很容易產生發霉的狀況 所以後來的電動床 其實慢慢用比較偏 我們叫彈簧的部分 那現在新的彈簧是 力霸3.0彈簧 那這個彈簧的話 它是可以比較有 支撐性 互不干擾 但是它韌性也很強 然後重點是它也透氣 那除了這個之外的話 它錶層的材質 它也希望說能夠讓我們皮膚 接觸到的地方 比較少過敏 所以它用了海藻纖維 那也希望透氣涼感 所以它用了膠原蛋白錶部纖維 那這些部分都會讓你在睡的時候 又有支撐性 但材質上皮膚也不會容易過敏 是涼的 重點是它也好看喔 您說現在已經不太像以前 這麼病床感的事情 對 現在上面的設計感非常非常多 你應該不會再覺得你在睡在病床上 不是剛剛講很多的運用的方式喔 比如說抬腳的時候幫助寫衣循環 然後還有追劇的時候也可以用 那我另外聽說好像這個 包括睡覺的時候打呼 甚至是胃食道逆流 如果你床墊選得好的話 其實也都有機會改善是嗎 真的 一定可以改善喔 那到底怎麼樣選怎麼樣運用呢 現在馬上請博士來幫我們示範 好我們實際就來看看 怎麼樣運用這個電動床 首先第一個情境是 上班族工作了一整天 非常非常的累 回到家之後 可以怎麼樣運用電動床來舒壓呢 躺的時候 你可以先把上半身往前傾 慢慢讓它拉起來 然後你也可以把腳往上抬高 讓你的循環變比較好 等到你差不多要睡覺的時候 你腳可以停留在高的位置 讓你的上半身慢慢往下 這時候會造成脊椎的拉伸 才會造成你脊椎比較減壓的效果 那同時間你也可以使用我們的枕頭 那這個是跟CBD有關的 它是經過醫藥大學做臨床實驗證明 可以藉由皮膚去進入到你的身體 而緩和你的神經降低焦慮 那這個效果其實是非常好的 打呼足這個電動床也有解是不是 針對打呼足的話 那我們就是把上半身往上拉起來 然後讓它到一個一定的高度之後 其實你的呼吸道就會比較順一點點 那另外來講 當然你也可以在這個電動床上側睡 側睡對打呼的人也會有幫助 還有是胃食道逆流電動床也有幫助嗎 那電動床的話 那針對胃食道逆流的人 跟打呼其實很有關 那我們就是讓它往上拉起來 然後也是到一定的角度之後 你胃食道它可能就會比較難往上逆流 另外的話你也可以在電動床上側躺 面向左邊 這個其實也是針對胃食道逆流 比較可以幫忙的方法 起床之後不要腰痠背痛 下床的那個步驟也很關鍵對不對 那這時候電動床又有什麼方法呢 像你如果躺上去的話 那你要起床的時候 第一個你可以先把你的上半身拉起來 然後你慢慢拉到最高的時候 你就可以轉側身把自己撐起來 那這個對於我們其實起床是非常非常好的 這個針對孕婦 因為孕婦的上半身比較沒有力量 那可以通過這個方式去減輕你 對於上半身的壓力 高齡的伯伯或阿姨 那其實很怕跌倒 那所以在這個時候上 你可以去輔助你在前面這個階段 也就是最需要肌肉核心的階段 可以幫助你去降低你的身體的壓力 博士剛剛跟我們分享很多挑選床墊的方式 還有沒有一兩點真的是超級珍藏 超獨家的小秘訣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些是比較好去記的 第一個就是它的尺寸 在電動床這邊的話長跟寬都很重要 長大概200公分 大家可以記起來 然後寬的話105 如果小於105有可能會太窄 再來一定要有認證 彈簧的無膚色認證 還有一個TAF的國際認證 這個是很重要的 再來你一定要去一個可以讓你安心試躺的地方 當然在試躺的時候不是只有你自己去躺 所以如果你去的地方 它旁邊有一個睡眠顧問室 其實效果會更好 那睡眠顧問會幫你做什麼 他會幫你做你的筋膜的測試 10分鐘之後他會幫你測試 你身上的筋膜是不是有達到放鬆的狀況 如果你有壓力的話 那表示你現在睡眠是有壓力的 那我們的目標是希望當你找到這個地方之後 這些人也會幫你找到適合你的床還有床墊 今天分享了這麼多挑選床墊的方式 還有運用技場 希望你都學會囉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 音樂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齊文康見 下次見囉 掰掰